中共航空母舰辽宁号等六艘军舰 从4月10日至今 先后行进东海宫古海峡 台湾东部外围海域 以训练之名测试周遭各国反应 最新消息根据飞机守望推特 今天上午公布资讯 美国海军一架P3C反潜机 渠道巴士海峡进入南海 持续监控周遭情况 这也是美军不到三周第11度 出现台湾周边空域 警告中共意味浓厚 护士第一次不来 事无有以待之 中共持续对台的文攻武嚇 从来没有间断过 那么国军会持续强化国防力量 还备各项的应处的作为 强化防卫作战的能力 确保国家的安全 那至于台海周边的 海空基舰的状况 国军会运用联合情节争的系统 都能够有效的精准掌握 及时的应处 学者赖宜中在脸书写道 中共真的是在玩火 今年再过台海中线 接着传出对我军雷达锁定 还有晚上的夜席 以及用风群战术来冲装 我海巡艇 现在又直接在台湾旁边 航母军演 赖宜中说这是典型复制 2014俄罗斯夺取克里米亚半岛 战术的作为